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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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成吧 在这后宫妃嫔中 除了蓝贵妃 怕是再没有人 能够有如此上等预料 打成的镯子了 待会儿去慈宁宫请安 咱们呢 定要让那些妃嫔们好好地开开来 主子的这只镯子若是叫那些娘娘们瞧见 定是赞不绝口 羡慕得紧呢 本宫这些稀奇的玩意儿多了 但本宫带些时日腻味了 就赏你了 娘娘 奴婢可不敢要那么贵重的东西 好了 咱们走吧 是 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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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娘娘 娘 娘 来人啊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三十七 三十八 十九 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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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奴才启禀皇后娘娘 这小溜子气息已失极弱 如今尚于巴掌 奴才担心若再打下去 这小溜子便会被打死的 他死不了 若是真被打死 那也怨不得本宫 是他自己咎由自取 本宫的旨意不可违 替本宫将这圣血的巴掌 通通赏给他 这 大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小溜子这五十大棍 不是盛下来了吗 你们都给本宫记住 若是谁要找死 敢为了本宫的义 或是伺候本宫有不周之处 小溜子的今日 便是你们的明日 老师 你便是老师 我没见过 那是什么 我把你做过 这些机会 我乱的义 我乱雷 那是你 我乱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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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乱雷 皇后娘娘 这小六子已然 已然短气了 什么 还真死了 如此不敬的 真是晦气 行了 赶紧将它抬走吧 喳 抬出去吧 喳 这是晦气 你 行了 平儿 随本宫进去 再去挑一只好看的镯子 本宫这稀奇贵重的玩意儿 可多了去了 待会赏蝴蝶的时候 定要让他们 好好地开开眼 英格 在 过几日咱们微服去江南 你可准备好了 早就准备好了 皇上 奴才听说江南人美 水美 去过的人都念念不忘 这江南 真有这么美吗 你问朕 朕为谁去 朕不也是第一次去吗 皇上 奴才听说 这江南女子 美若仙 静如画 难怪你这么兴奋 闹了半天 你是想去江南看美女啊 这也是这么想的 朕早就听说了 江南出美女 这次便可亲眼看看 何谓江南美女 不过 皇上 江南美女再美 不会比皇上的嫔妃美吧 这可说不准 朕的嫔妃呢 都是些满猛女子 朕可从来没有接触过 这是将军之间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月儿 你可见过本宫发火 吃过气吗 主子一直笑言笑语 犹如春日的暖阳 就连奴婢们见到主子都会不自觉地高兴欢心哪 被指知道娘娘性情最好 但现在娘娘怀着皇上的龙寺 卑职还是须叮嘟娘娘一声 娘娘没事的时候 就欣赏一下蝴蝶 鸟 花草什么的 这样对龙寺最好 冯太医 你心信 本宫知道了 有了冯太医了 你且先下去吧 多谢娘娘 卑职告退 太医说多看蝴蝶对我有好处 那我就多瞧瞧 皇上驾到 皇上来了 皇上来了 臣妾果真 恭迎皇上 起来 起来 谢皇上 朕跟你说了 你现在有孕在身 可以免贵 还有 你一定要记住朕的话 不可以像之前一样乱蹦乱跳 再动了胎起 皇上 臣妾就像个小羚羊一样 喜欢蹦蹦跳跳 喜欢跳舞吗 皇上 来 慢点 慢点 刚跟你说 皇上 快看 这么多蝴蝶啊 你可否知道 皇额娘会喜欢这些蝴蝶吗 皇上 这几只蝴蝶 可是臣妾好不容易 捉到的稀有品种呢 臣妾觉得 待会儿放在慈宁宫花园 皇额娘它 一定会喜欢的 好 朕相信 小心点 皇上 你坐呀 你先坐 来 国臣 朕去江南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这段时间 你一定要注意休息 还有啊 朕离开的这段日子 如果皇后和其他嫔妃 他们要送你东西 尤其是食物和胭脂香膏 你一律不可以用 皇上的意思是说 有人 会害纯洁肚子里的孩子 若朕在 即便有人 心里面想谋划些什么 他也不敢轻举妄动 若朕不在 那就难说了 可是皇上 臣妾怀的 只是一个格格 又不是阿格 难道 这个格格 也有人要对他下手吗 你从嫔妃到正妃才半年 宫中的种种凶险 你还未曾领教过 朕 不光只爱阿格 格格也是朕的孩子 朕也一样喜欢 因此 你绝对不能因为 你只怀了格格 就觉得 你可以跟其他嫔妃 相安无事了 什么 皇后娘娘打死了一个小太监 这 这小奴才犯了什么事吗 一个小奴才 在花园里擦隔夜的雨水 皇后滑倒 不小心跌了一跤 便跪罪到小奴才身上 下令仗则五十 这人哪 就这么活活地给打死了 这个皇后娘娘总是这样 对她下人也太过严苛了 只不够是划了一跤 就是五十大仗 其实要说 打死个小奴才 原本也不是什么多大的事 只是眼下 皇上 正对皇后多有不满 想停了她的中宫肩表 多娜妹妹 我敢打赌 倘若今儿个的事 让皇上知道了 一定会停了皇后娘娘的 中宫肩表 皇后的中宫肩表 一旦被停 那就是废后的前奏 姐姐的意思是 皇上要废后 不可能吧 这皇后到底也是皇后娘的亲侄女 就算是皇上有着废后之心 皇后娘也是绝不可能答应的呀 皇后娘当然不会答应了 可是咱们的皇上性格如此刚烈 她想做的事就一定会去做 她可不会因为皇后娘的反对 就容忍一个自己十分厌恶的女人一辈子 倘若真有那么一日 那妹妹便要恭贺姐姐了 以姐姐的品貌 才能 妃味 再加上娘家的势力 这新后 必是姐姐无疑啊 小柳子死得太惨了 留光才 让静氏房 给小柳子她们家一些钱 多给一些 作为对她们家的补偿 记住 这事不可以说是被打死的 就说是 感染了恶 HBO 不致身亡 这样说 小溜子他们家人 心里会好过一些 奴才替小溜子家人 叩谢万岁爷的皇恩 起来吧 谢万岁爷 刘光彩 您现在传证口语 让皇后还有其他嫔妃 立刻到镇子来 朕要下旨 朕要立刻 停了皇后的中宫监表 万岁爷 这个事 要不要跟太后娘娘 统统气呀 不必了 等朕训诫了她 下完了旨意 朕自然会跟皇后娘禀报的 万岁爷 今儿是三月三 众妃娘娘都到慈宁宫 给太后娘娘请安去了 瞧瞧 把朕气得将这事都给忘了 朕还以为今天不是个晴安的日子 好 晴安之后 把他们每个人都给朕交到这儿来 喳 平儿 你说这蝴蝶身上的毒 真的能将飞瓶肚子里的孩子弄掉吗 奴婢不知道 奴婢不懂这些事 平儿你不用怕 本宫是皇后 是皇和娘最亲的人 本宫弄点小把戏 没人敢怀疑到本宫身上 是 平儿不怕 本宫没有孩子 本宫最痛恨这些怀上龙肿的女人 朱儿 把蝴蝶收好 知道了 每年的三月三 后宫娘娘们都会进献蝴蝶给太后娘娘 这已经成了宫中的规矩 说是后宫娘娘孝敬太后娘娘 不如说是各位娘娘们 在太后娘娘这里讨个彩头 图个吉祥 后宫的宫研 后宫的娘娘们 图的是蝴蝶的谐音 蝴蝶 蝴蝶 褚蝕蝡蝶蝶啊 蝴蝶蝶蝡蝡蝶蝶蝡蝶蝶 刘光彩 奴才在 把蝴蝶拿过来 喳 这是昆宁宫皇后娘娘 敬献的蝴蝶 这是易昆宫兰贵妃娘娘 敬献的蝴蝶 刘光彩 把蝴蝶都放了吧 喳 放飞蝴蝶 放蝴蝶 蝴蝶蝶蝶 蝴蝶蝶蝶啊 老子 蝴蝶蝶 您认为方才臣妾们献的蝴蝶 谁的最出彩啊 这个额娘哪分得轻啊 各有各的美 皇额娘 臣妾的蝴蝶可是费心捉来 还精心养了一阵子 臣妾的蝴蝶最为出彩 好 皇后的蝴蝶最出彩 敬妃 你的孩子好吗 皇额娘 给臣妾瞧病的冯太医说 说臣妾肚子里的孩子呀 好得很呢 冯太医还叮嘱臣妾 说臣妾要静心静养 千万不可置气 动了胎气就不好了 臣妾哪里会置气呀 但是要臣妾一直坐在那里不动 那可真是要了臣妾的命了 靖妃啊 你说话真好听 阴牵运灵跟唱曲似的 额娘就最爱听你说话 蝴蝶 在你头上呢 快看那里还有一只 那是我的 真好看 黄阿娘 您快看 那些蝴蝶 只围着靖妃和贤妃他们转呢 一二三 还真是啊 围着靖妃的蝴蝶 还要多两只呢 黄阿娘 看来今天啊 最有福的人 就是贤妃妹妹和靖妃妹妹了 贤妃不算 她只是坐在靖妃身边沾了光 这些蝴蝶啊 是在给靖妃道贺呢 只可惜 靖妃怀的是个格格 这格格跟二格 可差了天远呢 这些个蝴蝶 眼里还真够差的 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 臣妾可是第一次怀上孩子 这不管是格格还是阿格 臣妾都是她如珍宝一样 而且皇上也说了 皇上说她喜欢格格 本宫只不过同你打气 怎么还真生起气了 太医说了 你可不能动气 这万一经了腹中的孩子 那可就不好了 臣妾知道 臣妾是不会生气的 臣妾定要好好地生下这个格格 靖妃妹妹可千万别在意 皇后娘娘的一句话呀 皇后娘娘一直都未有所出 所以难免对怀有子嗣的妃嫔 心存芥笛 灵珠 你无端跟本宫提这事是何意 又想找法找骂了不成 你有什么可能 奈特 皇上夜夜宠幸你不是白费功夫吗 无非是个没用的祸 皇后娘您看 臣妾请皇后娘做主 好了 别说了 苏儿娜 这件事你有错在先 你对靖妃说的那番话 可不是皇后该对妃子说的 是 蓝贵妃 你也是 这件事你不说劝慰 还煽风点火 恶语相向 是 臣妾知错 臣妾只是想替靖妃妹妹抱不平 坐下吧 是 皇上娘您看 这蝴蝶真是瞧上靖妃妹妹了 还想歇在靖妃脸上呢 妹妹 别赶她呀 这蝴蝶停在脸上 可是大福大喜 那我就听容贵妃姐姐的 不感叹了 这容贵妃呀 和靖妃是最要好的 靖妃呀 最听容贵妃的话了 皇阿娘您快看呀 好奇怪 那些蝴蝶 就是围着他们两个人转 对我们全然不理会 刘光彩 你最聪明机灵 你说说 这是怎么回事啊 谢太后娘娘夸奖 依奴才看 今儿靖妃娘娘 和贤妃娘娘的脸上 用的是同样的胭脂香膏 好漂亮 而正好这些蝴蝶 是啊 都非常喜欢这种胭脂香膏 想来一定是这个原因 你们看 两只蝴蝶都停在了 靖妃和贤妃的嘴唇上 你们俩别动 看她还能停多久 刘公公这话在里 至少靖妃和贤妃的嘴唇 用的是同一种唇指 美人红唇 点上这滑彩方年的蝴蝶 这景象甚美 几天之后 裹衬肚子里的孩子 肯定就完蛋了 刘公才 名字在 哀家赏蝴蝶的时间 也差不多了 你不是说皇帝 有些话想跟他们说吗 喳 喳 喳 陪我出去走走吧 是 臣妾恭送皇军娘 万岁爷 明儿就要启程去江南了 万岁爷在乾清宫西暖阁 对皇后娘娘和众位嫔妃 有话要交代 请诸位娘娘 随奴才前往西暖阁吧 靖妃娘娘 万岁爷有交代 说靖妃娘娘怀有身孕 就不要去了 瞧啊 这皇上对靖妃还真是宠爱呀 大家都记着 想要得到皇上的恩仇 便要为皇上多多延绵子嗣来 皇后娘娘 请吧 走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上台 这回是皇上的恩仇 也不吝点赞 订阅 我听说是皇上的恩仇 为皇上的恩仇 祝责 就像你为皇上有变了 仇人的恩仇 想要得到皇上的恩仇 在皇上的恩仇 都在皇上的恩仇 带来 看几位妹妹的神情 想必是已经知道 皇上叫咱们来西暖阁 所为何事了 皇后娘娘 臣妾并不知 皇上传臣妾来 是为何事 同妃是德妃 乃有德之人 你说不知道 本宫是相信的 不过 看郎贵妃的神情 想必郎贵妃是知道的吧 皇后娘娘多虑了 臣妾也不知 到底所为何事 郎贵妃不想承认 还说本宫多虑了 瞧瞧 还是郎贵妃比你们有胆怯 行 本宫就告诉各位妹妹 皇上今日传咱们来 定是要告诉你们 本宫昨日下令 打死了一个小太监之士 皇上是想给你们训话 让你们默学本宫 应该多学些 贤良淑德之气 说不准 皇上今日 还想停了本宫的 中宫尖表呢 瞧瞧 瞧瞧你们一个个这样子 本宫用不着你们替本宫操心人 不过本宫可把话说在前头 若是谁想借此机会 虎媚皇上 打什么主意 想顶替本宫 那他可就是本宫的头号敌人了 你们可知道吗 皇后娘娘说哪里去了 臣妾们绝不会 也绝不敢有这等想法 德妃 你向来温厚纯良 可不是每个人 都跟你一样 有些人的妃味 伤在你之前 离中宫保卫更近些 不过本宫提醒你们 若是皇上想停了本宫的中宫尖表 那皇额娘那里 也是铁令不会通过的 若是你 知道朕吗 为什么今天把你们照到西暖禾来吗 臣妾还真不知道皇上所为何事 方才还同姐妹们聊着呢 昨日你在昆宁宫差人打死了 服侍太监小溜子 你好像丝毫没有一点歉意 是不是你根本就没有 把这件事情当回事啊 皇上 那是因为小溜子犯了过失 他未将隔夜的雨水擦干净 害臣妾摔了一跤 臣妾下令责罚他 也是按照宫中的规矩办事 且不说臣妾贵为皇后 即便是其他妃嫔 臣妾心详 已是有权责打下人的吧 是 按照宫中规矩 你们每一个人都有权利 可他们打死过人吗 他们会因为隔夜的雨水 没有擦干净 就将人打死吗 可是皇上 臣妾这胶摔得可不轻啊 还将臣妾的一只新镯子 也摔碎了 那小奴才 即便有十条命 也抵不了这只镯子 就算如此 臣妾也为责令将他打死啊 只不过 他自己命薄 挨不起这板子罢了 你还觉得自己很仁慈是吗 据朕所知 你当时 救助的那个地方 就那么眼睁睁地看着人用木棍打他 杖则的人说 小溜子快不行了 求你网开一名 莫再继续 而你呢 却根本就不准 朕可要说错 那是因为臣妾定的次数还未打够 还差那么几棍子呢 皇上 臣妾就不明白了 皇上为何会因为这些小事来指责臣妾 那个小溜子是什么人 他不过是个汉人 是个犯了大过的小太监罢了 皇上就会因为打死个小太监这种小事 来当众指责臣妾 瞧瞧 你的怒火比朕得还大 是 一个汉人小太监 在你眼里 如非就是一只蚂蚁 一脚踩死了都不必回头看你 如果朕没有说错的话 仅朕办理 你兴使你的皇后之权 惩罚朕的多名嫔妾 实在是太过分了 皇上 臣妾惩罚他们 也是幽灵有趣的呀 住口 你有你的礼合局 朕也有朕的礼合局 朕早就和你说过 如果你一味的失德失疑 不思悔改 朕就将停了你的中宫肩表 皇后索尔纳停职 是 皇后娘娘 万岁爷要降职 请皇后娘娘跪下皆知 索尔纳 攻接圣职 查皇后伯尔纪索尔纳 多有失德失疑之处 今日更已小过 即至宫中服侍小太监惨死 其形状实未不堪 朕决定即日起 停止皇后的中宫监表三个月 以光厚效 亲辞 臣妾临旨 臣妾想问皇上一句 皇上所说的 以光厚效是何意 皇上可否告诉臣妾 朕的意思是 若你再一味地无德无行 或变不加厉 朕就废了你 你听明白了吗 臣妾听明白了 臣妾定会改过 臣妾绝不会让皇上失望的 朕现在就去慈宁宫监 将这件事情告知皇额娘 你们归安吗 臣妾恭送皇上 对了 朕今儿晚上就歇驾在兰贵妃的义坤宫 其他爱妃就不必备着了 臣妾领旨 臣妾恭候圣驾 臣妾恭候圣驾 这个苏儿呢 真是气死朕了 万岁爷息怒 万岁爷 您得静静心思 您听了皇后娘娘的中宫监表 您得跟太后娘娘 好好地解释解释 这件事情 你跟皇后娘禀报了吗 没有 奴才没敢禀报 皇上就会为个小太监 跟本宫动雷霆之怒 听了本宫的中宫监表 还来个以观后效 皇上是不是疯了 灵珠 我看你颇为得意呀 你这脸上的喜悦之情 都已经藏不住了 若有朝一日 你这如花的容颜变得 不再如往昔 那可就不太好了 姐姐可别这么说呀 就方才 姐姐说皇上 是不是疯了这一句 传到皇上的耳朵里 那姐姐免不了 又要挨一顿训责 听听 你们都听听 他竟敢叫本宫姐姐 竟敢训斥本宫 灵珠 莫要以为皇上他宠着你 等本宫恢复了中宫监表 本宫定要让你知道厉害 皇后娘娘 妹妹还是劝你 多谦和大度一些吧 兴许过不了多久 我们就该以姐妹相称了 倘若娘娘早早地 就将人得罪完了 或许以后 连叫你姐姐的人都没有了 臨朵 就凭这一句 你就该重罚 来人哪 给本宫掌嘴 皇后娘娘 多辣 你莫提她求情 你可不要忘了 你是皇阿娘的执孙女 是本宫的侄女 你应该与本宫同心同德才是 是 怎么着 本宫说话都没听见啊 还不整嘴 皇后娘娘 你那侄女容贵妃是想提醒你 你已经被停了肩表 丧失了这种权力 可惜啊 咱们的皇后娘娘 似乎还没有领会圣旨 下了一道 没有人会执行的旨意 灵珠 你竟敢如此放肆 放肆 臣妻告退 滚 来 皇后娘娘 淑妃 你为何不和她们一起走 娘娘对臣妾不保 臣妾对娘娘忠心不二 就让臣妾陪娘娘回宫去吧 儿子给皇后娘请安 皇帝 起来吧 谢皇后娘 坐 皇后娘 儿子放他下旨 停了索尔纳三个月的中宫监表 其中原因想必皇后娘也已经清楚了 儿子自作主张请皇后娘宽量 停就停了吧 索尔纳也确又不是 不过额娘想提醒皇帝一句 等三个月时间到了 皇帝可要及时恢复皇后的肩表 皇后娘 儿子最痛恨索尔纳的地方就是 她恶毒跋扈太过奢靡 儿子希望这三个月里 苏尔纳能改掉这些毛病 儿子也知道 苏尔纳一定会为了这件事情 来找皇娘哭诉 儿子希望皇娘 您千万不要心软 您要好好地教导教导她 助她改过 额娘会教导苏尔纳的 不过额娘也要替苏尔纳说句话 苏尔纳纵有千般不适 可有一条 却是皇帝的不适 这两年 你就不往昆宁宫去呀 你瞧 这都六年了 苏尔纳仍是为给皇帝 生下一儿半女 这一点不能怪苏尔纳吧 皇后娘 儿子便实话实说吧 儿子现在对苏尔纳 业无至极 儿子实在是没有办法 再懈怠昆宁宫了 苏尔纳 是当年哀家指的婚 成婚之后 皇帝的不满和痛苦 额娘也看在眼里 好 额娘也不止皇后 能在短时间里怀上孩子 但有一点 额娘要提醒皇帝 皇帝绝不能因为 索尔纳的某些德行 而存有废后之心 皇帝若有此意 那会大伤额娘的心 额娘也不会答应的 恕妃妹妹 在皇上龙颜大怒 辩斥本宫之时 只有你对本宫忠心耿耿 本宫定会记住你的好 皇后娘娘受了委屈 臣妾更加应该尽忠尽孝 臣妾还想提醒娘娘一句 一定要提防这蓝贵妃 蓝贵妃一直颇具也行 在后宫的重妃品种 她更是无人能比 以蓝贵妃今日的表现 可说是公然向本宫开战了 不错 她娘家权势龙盛 那又如何 其便是再有势力 能跟本宫比吗 本宫告诉你 皇阿娘定会劝皇上 尽快恢复本宫的中宫尖表 等本宫恢复尖表之后 定会找个缘由 将灵珠打入冷宫 作曲 李宗盛 通静珠打入冷宫 有些伤害不是我 任 我什么不要 都可以 只要能拥有你 我注定爱你 爱上你 我要学会 忘记自己 以为是你 是你 才会呼吸 只是 我注定爱你 我注定爱你 爱上你 我要学会 忘记自己 因为你是 是我 在痛苦的身体 最痛苦的身体 因为是你 因为是你 是你 我才会呼吸 这是你 我才会呼吸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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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